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您的订阅 洋葱是大家都喜爱吃的一种蔬菜,可凉拌,可炒着吃 很多人都知道,吃洋葱会有降血汁、降血压、预防脑血栓形成等功效 洋葱洋葱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里面含有前列腺素A 可有效降低脉周围血管阻力,降低血管血液粘稠度 可用于降低血压、提神醒脑、缓解压力、预防发烧感冒 那么,洋葱的营养价值具体有哪些呢? 第一,它可杀菌消毒,因洋葱中含有植物杀菌素,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可有效地预防发烧感冒,促进肠胃消化 洋葱中含有大量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挥发油 可有效促进胃肠蠕动,促进消化液分泌 另外,洋葱含有能够降血压,洋葱中含有前列腺素A 这种物质有扩张血管的能力,可降低胃周围血管阻力 从而达到降低血压血脂的目的 洋葱还能抗氧化,因洋葱中含有大量丰富的维C、维生素A 萝卜素等抗氧化物质,可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缓身体衰老过程 洋葱还可保护血管,因洋葱中含有大量丰富的钾 维生素、叶酸,具有开胃消食、降血压、降血脂等功效 第二,我们每天喝一碗洋葱煮水,坚持一个月 没想到身体竟然出现这么大的变化 第一,它可增强免疫力 因洋葱中含有大量丰富的植物、杀菌素和胡萝卜素 具有杀菌消毒的功效 平时适当饮用洋葱煮水,可排除身体有毒物质和废物 从而提高身体免疫力 第二,改善身体消化功能 洋葱中含有大量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挥发油 可有效刺激胃肠蠕动 促进身体消化液分泌 可起到开胃消食、润肠通便等功效 第三,降低血压血脂 因洋葱中含有大量丰富的前列腺素A 这种物质可扩张血管 降低脉周围血管阻力 平时适当饮用可降低血压 四,抗氧化 洋葱煮水含有很丰富的维C、维生素E、胡萝卜素 这些抗氧化物质可以有效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 减缓衰老过程 三洋葱煮水虽好 但是这些人不适合饮用 第一,眼睛充血的人 洋葱它具有辛辣味 会刺激眼黏膜 使我们眼睛充血 眼睛疾病会增加 第二,肠胃疾病患者 比如胃溃疡、胃炎患者 洋葱中含有洋葱酸辣素 具有刺激味道 对有肠胃疾病而言 会加重病情 影响我们身体恢复 第三,尿品者 洋葱中的辛辣味食用后 会使人感到口干 增加日常饮水量 还会影响我们夜间的睡眠质量 第三,过敏者 洋葱中的辛辣刺激 部分人食用后会出现过敏反应 出现红肿、臊痒等症状 所以,有过敏时的朋友 就不要吃洋葱了 洋葱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非常高 但是有些食物不能和洋葱一起吃 不然不利于身体健康 还会导致生命危险 第一,洋葱千万不能和蜂蜜一起吃 因为洋葱和蜂蜜是不能一起吃的 洋葱是属于热性食物 而蜂蜜是属于良性食物 两种食物是新克的 食用后会引起恶心 呕吐、腹泻、腹痛等肠胃不适的症状 第二,鱼 因为鱼里含有大量丰富的蛋白质 如我们洋葱和鱼同吃 洋葱里面的草酸就会分解破坏鱼里面丰富的蛋白质 人体是不会消化的 会出现身体消化不良 阻碍鱼类的消化吸收营养物质 第三,海带 由于海带中含有大量丰富的钙合点 而洋葱中含有草酸 当草酸在人体内遇上钙或是新的时候 就会形成草酸钙和草酸心 不好排出体外 会影响身体钙和心的摄入 还会引起结石 第四,洋葱不可和豆制品一起吃 因洋葱会引起豆制品变质 破坏豆制品中的营养元素 两者同吃会降低营养价值 第五,洋葱不宜和希腊刺激性食物一起吃 比如葱、姜、蒜 洋葱本身为刺激性食物 肺和葱、姜、蒜这类食物一起吃 会对胃粘膜造成损伤 洋葱尽量避免和温性食物一起吃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洋葱被偏温热 如何同样温热的羊肉、鸡肉、姜、韭菜一起吃 会使食物过热进入体内 引起我们身体阴阳失衡 会增加咽喉肿痛、声音嘶哑 眼睛红肿、上火的风险 影响我们身体健康 所以,洋葱最好不要和以上这几种食物同时 另外,洋葱和它一起吃是黄金搭档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妨多吃一些 第一,洋葱和牛肉洋葱可去除牛肉的酸腥味 洋葱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 而牛肉富含丰富蛋白质和矿物质 两者搭配是非常适合的 第二,猪肝 猪肝补血液器 洋葱为人体提供大量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 两者搭配不仅味道鲜美 还特别适合经常用脑 视力下降的学生和老人 第三,大蒜 大蒜含有硫化物和大蒜素 能在多方面组织致癌物质亚硝酸案合成 可抗菌消炎 减少慢性炎症 洋葱和大蒜一起同时具有抗癌防癌作用 可有效帮助解毒抗癌 所以,洋葱和大蒜可以一起吃一些 虽然是温性的 但它也有解毒效果 尤其是我们感冒了 可煮一些大蒜洋葱水 可帮助我缓解感冒症状 消炎杀菌 增强身体免疫力 让身体更加健康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平安幸福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